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上個月曾經在馬賴醫院做手術 目前在醫院覆檢 董建華透過發言人說 手術順利完成 正是康復休養 手術之後需要定期做檢查 目前正在醫院覆檢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 不掌握董建華的最新身體情況 我知道他近期有點不舒服 他都公開說了他不舒服 所以沒有參加國慶的活動 最新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 最近有沒有見過他? 都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過他